上海合作組織高峰會 在烏茲別克東部古城 散馬兒函主辦十五號晚間晚宴 眾多與會國家元首都有出席 甚至還合影留念 各國元首一次排開 包含正式的會員國元首 俄羅斯 中亞五國 巴基斯坦 觀察員白俄羅斯和蒙古 對話夥伴土耳其和亞賽拜然領袖 共十一人 但其中就獨缺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和印度總理莫迪 我個人判斷 應該是談很重要的中印之間的 這一個相關的合作的問題 那麼會合作的問題 不外三個 第一個經濟的問題 第二個外交的問題 第三個中印邊界的 這個軍事衝突的問題 晚宴上烏茲別克總統 米爾基 約也夫和俄羅斯總統 普丁有說有笑 多位領導人齊聚 習近平卻沒參加 中國代表團說法是因為防疫 但看看中俄雙邊會談時 雖有維持距離 雙方卻都沒戴口罩 那麼習近平晚宴的缺席 究竟又有什麼玄機 中國可能想借機跟印度重修就好嗎 美國在這幾年來 對印度的外交政治就大幅度的轉變 去提供印度一些 更多的先進的一個軍事武器 所以讓印度可以在 跟俄羅斯的一個軍事的一個依賴性上面 慢慢取得一個脫鉤的狀況 那如果這個手段成立的話 那當然中國也可以拿其他東西來換 可是說到底 他是不是真的能換取 印度去跟美國走向不同的道路 我覺得他還是有一定程度的一個困難 中國和印度自從二零二零年爆發邊政流血 衝突後 兩國領袖的會面與否 就備受關注 而這也是習近平自從疫情爆發後的首度出訪 只是睽違多年出訪 一不小心就狡猾 差一點就跌倒 尤其在二十大前 習近平的每一步可是小心翼翼 尤其中俄領導人的第三十九次會面 備受關注 普丁一開口 就堅定遵守一中原則 同時譴責美國在臺海挑釁 但反觀習近平 卻直自未提烏俄戰爭 俄羅斯先書成希望中國以同樣態度力挺 表面上中國沒表態也沒軍援 但根據普丁說法 二零二二年的中俄貿易額 將創歷史新高 未來將突破兩千億美元 光是二零二二年前七個月 就比同一時期增加百分之二十五 我相信不可能沒有談到 因為這個俄烏戰爭進行到目前為止 半年多 最近的這個烏東烏南的這個戰局 對俄羅斯相當不利 有限的核武的這個軍事動作 也許有可能會發生 那假定是的話 核武只要一啟動 不是有限或者是無限的問題 核武一啟動就是一個非常大的事情 俄羅斯若姐姐敗退 在各國經濟制裁下 勢必得靠中國晶圓 只是手中的能源和糧食牌 能否真的換得 中國也跟著站在一起呢 中俄間的心心相惜 是否情比精尖 又或者習近平只顧黨內聲勢 不願被普丁拉下水 最後選擇作弊上關 將會是上核組織崩會後的重頭戲 今集有葉映陳佑斌采訪報導